現在遇到了這個開發版 它的號碼不對 要怎麼辦 其實呢老師如果你現在是notebook的話我們很單純 你就從這邊我前面已經加了那個Wi-Fi基地台 你看你點開之後 你會發現我們這裡面啊 有一台這個是我前面這個webduno.io 就是我前面這台 SERVER 那你看到有沒有WG2004 有一台對不對 還有沒有還有沒有有沒有發現WG2009有三台 那我們的這個部分要回歸到我們 應該9月8號那個簡報 在這裡 我有提到這一塊 就是設定 這裡 那個簡報導致我要看您在我的今天簡報的地頁 下面這裡 有沒有看到 簡報第1頁的下面 就會有 連到那邊 好有了 有找到了 好你打開之後 在簡報的第 10頁那 就是9月8號的簡報的第11頁 他如果 官方來的時候預設都是什麼 叫做SMART 每一個開發本都要SMART 所以這樣我們就會比較難控制 這樣老師了解了嗎 那我現在請 老師您先把所有的開發本的電線拿掉 對 因為這樣子我們要判斷會比較好判斷說 我現在是哪一台 上線 因為我們現在等於說大家都是 跟疫苗一樣 我們要解盲嘛 哈哈哈哈 因為大家都不知道現在大家的身份是誰 好 那 您看喔 剛剛我們已經知道了 其實你的Wi-Fi清單 如果打開的時候會看到開發版 那開發版的名稱到底是什麼 老兄您看一下 我們盒子上面 剛剛講程式控制不是用 Device ID嗎 左邊這個就是你要做設定的時候要去找的 叫做 SSID 這就是基地台的名稱 這樣你們了解了 像我這一台 看起來好像是2004 應該是對的 根據剛剛黃老師的 他只是Device ID把我給錯了 所以呢 我現在 你看我 我就把我這一台擦下去喔 老師先不要擦 我給你看一下 是真的 我們的Wi-Fi清單裡面會有我這一台 好 我先把它 接上電源 好 那我接上電源之後 從這邊 來您看這裡 有沒有多一台2004 那因為他有接到我的 那個無線基地台 所以後面有沒有發現多一個IP位置 如果你有接上去 我們待會要怎麼連進去 來您看一下 您如果已經有接上去了 我就直接打IP位置就好了 就是在這邊 直接打那個IP位置 就可以連進去裡面 好來我們試看看喔 你看我點下去 好找到他 我現在連進去對不對 對不對 我可以直接連線 然後密碼 大家都一樣 12345678 345678 好下一步 那要不要搜尋 這都沒關係 等於說你要透過你的Wi-Fi 連到這一台 好 那等他連進去了 我們就可以來 上面這裡 好像我們在家裡面去設定那個Wi-Fi基地台一樣 分享器 我就 他這邊有一個自己的網址 比較常見的是192.168 什麼 0.1 或0.1.100 之類的 那WebDuno本身的是 0.4.1 0.4.1 所以我可以這樣子 你看 因為我已經先透過Wi-Fi 連到他裡面去了嘛 所以當我打這個網址的時候 0.4.1就是 打開他的設定 所以我已經知道我的 Device ID是多少 這樣導致能看到這個資訊 我們9月8號都沒做這個 因為這些都我做完了 你看 SSID 剛剛的 進入來的密碼 是不是都在這裡 都在這邊 所以 上面這個就是我的這個號碼 這樣您了解 所以我把這個 複製起來 你看 我 放到這邊 有沒有感覺變綠色的 是不是不一樣 這樣老師會不會找 那個 設備了 那既然我們已經進到這邊我就順便提一下 如果說老師您 就是教室也好 或教學的現場 您沒有自己 的那個 沒有自己特別像我這樣帶一台 無線機器台 目前它的Wi-Fi 就是您從Device把它切到Wi-Fi這邊 它一次可以儲存三組 也就是說 我今天如果我有 哪一間教室 我可能不一樣教室上課的時候 我有 至少可以儲存三間教室 那它第一台找不到 它就會找第二台 第二台找不到就找第三台 如果三台都沒有 它就會找我們剛剛那台預設的 我們預設的就是這一個 預設的就是 這裡有一台 webduno.io 密碼就是webduno 對對對 就是如果你的機器台名稱 設成這個 然後密碼也一樣的話 那它就會自動連到這一台 這樣你開發版都不用再做設定 這樣是最理想狀態 因為我設定一台 總比設定30台 像我現在有60台 我總比設定60台容易 比較省時間 所以通常 我大部分會用它的預設紙 當然老師如果你用手機也可以 只是手機的限制就是 最多5台 我們一般在手機Wi-Fi熱點的話 最多就是5個裝置連線而已 所以你超過就不能用 這樣 有沒有看到老師自己的 Device ID了 可以 好 所以我們的 狀況排除 任務成功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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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